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面一圈超人 英雄之路啦 那上次基本上啊 我們昨天啊就是讓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這邊打到的這個第17章 那基本上打到我們第17至40的時候 才會開啟我們就是那個 新的那個模式 那新的那個模式的話 其實啊他是在我們這個奧德賽裡面的這個 秘境漫遊啊 那哲平地的話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自己能夠打到哪裡喔 因為他這邊的話有一個就是那個掃蕩喔 那掃蕩的話基本上 是可以拿到蠻多這個獎勵的喔 那我們就先來挑戰看看 那裡面的這個敵人呢 我覺得確實是有點恐怖的喔 就是沒有到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但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他裡面都一大堆這種加幾加幾的啊 但是以我們整體來說這個 威力來說的話 我們應該是比較強一點點的喔 好 然後他這邊裡面有一些就是那個 目前來說我們都還沒有看過的角色 比如說殭屍男啊 跟我們就是那個 那個誰啊 就是甜美假面之類的喔 好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 我們的威力應該還算是ok的 那江山這邊的效果看起來好像 類似那種就是那個耶 就是 也是類似我們那種就是那個 你把他打死 如果其他隊友沒有存活的話 基本上他就沒辦法再復活喔 跟他就是之前的那個就是在 最強自然裡面差不多的那種感覺 好 那目前來說看起來 我們的每一隻角色好像 打一下對面都可以直接被我們給打趴 所以這個狀態的話應該是 可以打到還蠻後面的喔 完全沒問題 畢竟我們的龍卷阿 可是 精神殿堂級的喔 這邊瘋狂打就一直拿一直拿耶 150張拿下去真的蠻爽的耶 哇 這邊有一大堆就是 不一樣的角色耶 而且還有這種就是不一樣裝扮的 哈哈哈 閃光弗拉丘直接被我們打死了 連看都沒辦法看他的威力喔 那殭屍男這邊基本上就是他死掉之後 如果其他隊友沒有存活的話 他也沒辦法再復活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 之後如果有他出的話也要小心一點點的 現在至少可以先看到就是後面大概 出了角色他們的那種類型 大概也會是甚麼樣子 看起來目前狀況應該是 還ok 喔 還有這個耶 聖誕的這個龍卷耶 感覺聖誕龍卷應該快出了吧 因為現在已經11月21了 接下來就要邁入我們的12月大關了 各位 應該是ok的 哇 等一下完蛋 完蛋完蛋 又是禮包 我們昨天才錯過一大堆禮包 OMG我的天 阿這個植物是甚麼 呵呵呵 欸 這植物我好像沒看過他耶 不過那個打雷的那個妹妹好像看過 哇 越來越多莫名其妙的角色出現了喔 那大家目前來說挑戰大達 你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 都可以打到滿後面的啦 那難怪滿多就是我們伺服器的大佬們 然後他們現在都已經是 三個鑽石的龍卷了 因為我現在只有兩個鑽石龍卷喔 那感覺應該都是有打我們這個漫遊的喔 那漫遊的話基本上記得要打到第十七至四十才可以打開喔 應該滿多觀眾都已經打開了 因為我看大家的留言好像都說 欸 其實到後面就會打開了這樣子喔 好 現在目前是本伺服器第64名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本伺服器 呃 前幾名喔 我已經沒辦法打第一名了 因為我們這個 第一名應該都會被我們工會的大佬們包辦了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萬象 萬華哥哥喔 跟我們那個 就是銀河的那個大佬 喔 喔 欸 金主騎士 哇 你看到沒 他被我們打死之後他會脫殼欸 喔 超帥的 欸 那一隻的話我到時候會很想要抽欸 呵呵 他可以脫殼欸 大雄眼 哇 欸 這 這個版本大雄眼看起來還滿可愛的 呵呵 真滿可愛的 但不知道會不會出那個欸 就是 出我們就是那個誰 出我們就是那個大雄眼的那個女性化 感覺應該會 欸 現在我們可以就是提前看到好多就是 未來的角色欸 好爽喔 各位 有沒有 很爽欸 真的很爽 繼續挑戰 而且還有一堆不同的裝扮欸 這是青燕的不同裝扮嗎 還有那個欸 那個什麼龍的 對不對 被豪傑打爛的那個 忘記他叫什麼龍了好不好 這個 武道大賽的這個蠻強的這個角色 可以喔 紅爛 可以 蘇波 喔 五百欸 完了我覺得 是不是不應該 不應該一直打 這禮包很香欸 我的天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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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可以重製欸 重製的話會怎樣 欸 沒有給我重製的意思 好像還不能重製 欸 不是欸 真的 哇 那個禮包真的很香欸 兩個禮拜都賣兩千 然後再加上我們之前那個打那個等級的那個禮包 哇 我的天 那個買起來應該可以就是 跟別人拉開蠻大一個差距 欸 他覺醒波羅斯也會進化欸 完了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那個 能夠進化的系列角色 能夠進化的系列角色真的太帥了好不好 那個 就是覺醒疫苗人啊 跟覺醒深海王這種 都是可以直接就是進化了 看起來就很帥 波羅斯也是欸 會變身欸 看這個獨角線也是很啊 獨角線我覺得也蠻帥的 只是我自己好像就比較少在練他 好猛好猛喔 我的天阿 太神了吧 直接把他給 哇靠 等一下 出事啦唄 可是我們疫苗人還在欸 所以這個好像不是那個欸 就是你角色死掉了他還是會讓你繼續存活 他不是像我們就是那個 最強 最強之路跟那個一樣 跟打副本一樣 跟打就是那個活動的一樣 他是會一直存活的喔 我想說剛剛我們明就被那個炸死了 欸 所以其實 你用那個誰啊 用門就是那個 用門那個就是努S 然後如果你已經先用這弄死 就是標記到一大堆人了 然後對面龍捲開砸 是可以直接把對面的人給砸死欸 然後我們剛剛疫苗人被他標記了嘛對不對 然後直接龍捲開砸 然後我們自己疫苗人也爆開了 哇 那確實好像 努S感覺也是可以來玩玩看的角色欸 應該蠻嗨的 來 開別 喔 全部被弄爛了 好險沒有努S 有努S的話確實感覺會蠻可怕的 哇 我覺得我們疫苗人好像快不行欸 哈哈 哇 我覺得這個球棒這個步驅確實挺麻煩 來 開決 是不是應該要把豪傑弄出來了 粉碎攻擊 沒事 絕情一秒人還是頂型 150欸 哇 我們現在打這麼多關才打第41名而已欸 大家現在是打到多後面了啊 雖然我們現在也是沒有感覺到就是任何壓力啊 好不好 感覺都還蠻ok的 應該這個還是可以輕輕鬆鬆扁 對 應該還是可以輕鬆扁扁 同時 雖然遇到一大堆不一樣的敵人 但是整體來說都還行 哇 又來了 哇 我真的 完蛋 我是不是 不該一直打下去啊 我真的覺得我不該一直打下去欸 因為他禮包一直跳欸 我的天啊 又要跟禮包說掰掰了各位 哇 2000欸 三個這樣有6000欸 但是我覺得說真的我現在拿這麼多這個精神碎片對不對 我覺得我應該也沒辦法升太高 因為 他是需要蠻多一些就是小角色的喔 你必須要吃一些小角色你才可以就是 讓你的那個角色 就是打到就是那個打開 那如果你沒有吃這些小角色的話 你基本上是沒辦法開啟那些東西的 所以感覺也是蠻麻煩的 哇 天啊 我看一下應該是蠻多人打到1-20的吧 搞不好這個第初階就是1-20這樣 我覺得我可以打到前幾名 我就按掃蕩喔 我就不想 不想再繼續打下去了 我覺得那個禮包真的好重要喔 雖然我 我現在還在猶豫啦 應該是一大段時間不會再去課了 因為其實我 我自己身上的那個寶石很多喔 我自己身上的寶石其實是很多的 哇 我的天 欸 他們身上都有那個欸 都有就是那個精神殿堂的那個特殊能力欸 我覺得精神殿堂的特殊能力 還是回怒比較實在啊 交給龍卷這種就是快速讓他回怒 然後直接轟炸一波 是最舒服的 我交給他轟就對了 弄死弄死 地球的意志 可以 nice 舒服 1-19 躲起 就打完這邊才第35名而已 我們盡可能也要打到前幾名喔 我好不想要再看他跳禮包出來了 我好想要買那個禮包喔 怎麼救命啊 完了 喔 欸 開始 開始有恐怖的感覺出來了喔 對面 哎唷哎唷哎唷 對面開始要把我們給打爛了喔 還行嗎 好像還行 然後1-20 來了 這關卡可能開始 有點尷尬了 喔 原子武士來了 我覺得原子武士到最後應該也會蠻猛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喔 我真的蠻期待一些後面的 我還蠻喜歡那個 蠻期待那個日輪的 日輪老先生 欸 然後如果有那個大莊眼的那個女性型態 啊 一定 一定抽了 噢 他好像也是那種就是全體範圍的打擊嗎 可是剛才打我們好像沒有很痛耶 還是他只是幫忙加攻擊 感覺就好像沒有 像最強之男一樣那麽強 喔 他死掉的時候是站著的耶 太帥了吧 2-1來囉 新章節開啟 我的天 繼續繼續 哇 連那個 連那個耶 古代那個豬豬王都在這了耶 太好笑了吧 好 目前看起來我們這邊的 傷害好像還是給的滿足的喔 好像還ok喔 應該是ok的 他把他打到前十名吧好不好 哇 但是我真的很怕 我一直打一直打禮包一直跳 然後之後如果哪一天真的想要再回來 買禮包的時候 沒禮包可以買了 那就很尷尬 150 31米啊各位 豬神來了 他們身上都是有那個殿堂的那個 招式喔 殿堂招式 那大家目前都打到哪裡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被 哈 哈 等一下 你們看到嗎 豬神直接把我們沒有殺的 吞掉了耶 殺毀啦 殺小 欸 不是 沒殺的了耶 沒了喔 不是他 豬神他也是直接秒殺一隻嗎 還是就是 類似我們那個就是 限制石頭一樣 讓我們限制不能動而已 他直接把 沒有殺的吞掉耶 太還原了吧 真的還蠻還原的 這個蠻 蠻 蠻強的喔 直接吞爛耶 我的天啊 豬神直接吞掉沒有薩加德 這個好帥喔 就好險目前來說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每一場的這個角色都是重複開始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我們這邊沒有血量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第29名喔 看一下能不能打到前10名 來 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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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龍卷 他的這個聖誕節他會用冰耶 腰了個咻 用冰環節啊 冰雪世界 哇哇哇哇 我開始覺得對面好像有那麽點恐怖 然後他還可以冰凍我們這個疫苗人耶 感覺那隻龍卷好像也要抽 欸 對齁 但是這款遊戲的話他沒辦法就是 雙角色 就是 你自己如果有一隻龍卷的話你就只能挑一般的龍卷跟就是 我們這邊的這個特殊龍卷選一隻 欸哇靠 等一下 要被打爛了 喔 難怪現在看起來20幾名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 後面很難 但沒事 我們角色都還在喔 哇來了 豪傑跟那個 努AX還有那個 閃光弗拉修 弗拉修這邊直接被我們打死了 OK 然後我們現在一切就是靠龍卷就對了 好 開扁 搖滾之言 是蠻帥的啦 是蠻帥的 欸紅蘭 再見 可以耶 完全卡給 因為我跟你講這遊戲機械核心真的很重要 你只要灌隊角色 哇完了 你看這些 這邊總共有 有多少 五包欸 一萬欸 我的天啊 一萬的這個碎片欸 哇 好想買喔 天啊 不行不行 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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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買的話我應該要買今天那個 就是昨天的那個禮包才對 昨天那個禮包比較賺 他買了之後還可以買機械核心 而且 跟我們現在這個禮包同價錢的各位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禮包的話買下去會有那個 藍色碎片可以拿 所以你如果要抽角色的話還是ok 我覺得現在角色其實抽不抽 不是什麽大問題欸 你只要把幾隻用到那個神話舞 然後狂冠他 你就可以去 跟別人拉開距離了 搖了個咻 真的是 蠻恐怖的 但我覺得他有這個模式還不錯啦 就代表就是 你不一定要 瘋狂花錢 你打這個模式的話 你基本上 也可以拿到就是那個 精神碎片 就可以去做一點事情了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至少 至少就是比機械核心那些還要拿好拿多了 但這遊戲說真的 他送的這個鑽石也是蠻多的啦 所以 你真的要用鑽石去用機械核心 也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整體來說感覺是這樣子 喔喔喔喔 喔這個 這個吹雪長得很正欸 我要要求 好 轟爆 要讓你看看 還是正牌的這個龍捲厲害喔 可以 轟爛轟爛 哇我們現在打到2至10 還是第25名欸 要打到前10好像有點困難欸 而且我覺得我的禮包又要瘋狂跳了 哇 好想買喔 我的天啊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今天大概打到第三張吧 我不想要繼續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 那個禮包一跳出來我真的是很後悔 雖然口吼聲聲一直說不想買 但是看了真的還是會覺得很浪費 你們知道嗎 確實這樣感覺很浪費欸 就是 你那個拿下去那個資源就很多 然後你如果沒有再繼續弄的話 感覺之後就不會再出現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感覺就是要買 搖了個秀喔 好恐怖 愛情風暴 我怎麽感覺他像是幫我們這邊補血 雖然我們一直在損血 然後 欸沒有他撿我的那個怒氣 害我的那個球棒沒辦法開大招 你們看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他會變超小隻欸 他變這個超小隻真的很可愛啊 美食大入侵 可以 請你喝珍奶 掰掰 他現在他其實後面還有喔 喔2隻20 來 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好像都還是hold得住啦 畢竟我們也是伺服器前五名好不好 現在都還打到二十幾名而已 這邊的關卡對我們來說應該是ok 我們現在都一直維持在前六或前五啦 因為 前面的那些大佬 開始就不知道 從哪裡來的錢了你知道嗎 一直花一直花 啊我是已經沒有再花了 所以我落後就會落後很多 喔 消卻 好險打這個是不用那個的喔 就是他把我們給打死我們下一回還可以復活 不然真的很慘 500 喔 123456 六個了各位完蛋 哇 12000的這個碎片在那邊等著你 我的天 但我們這邊這樣一波打完的話應該 也是可以拿到蠻多的這個碎片啦好不好 我覺得龍卷應該已經可以升到 三個那個 三個鑽石了 哇靠 開始有比較難一點點了喔 但是我們這兩隻是有冠機械核心的 應該還是可以弄掉喔 舒服 欸舒舒服服 可以第二神 我先看一下掃蕩這樣我們是可以掃 30然後每次重置 欸其實 其實 哈 他掃也是 只能拿到30欸 我覺得通關還是 比較好拿的 三節棍莉莉的這個 學生服版本不知道厲不厲害啊 喔 變身 變身之後他會上護盾 然後他是不是也是攻擊會變成全體啊 不知道 他如果攻擊變成全體的話應該蠻帥 好 再見 你沒機會表演了 哈哈哈 真的 哇你看我們現在 真的是弄一隻龍卷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我們先看一下目前來說我們這樣已經有多少了好不好 看一下 這樣精神殿堂應該可以再 往下提升了吧 這是攻擊力加鐵硬的 哇你看 超多欸 6000多呢 要求 然後這是防禦 這個是生命 加生命好了 然後這個是最終 往下點 好不好 往下點 然後這個是 克制 你可以克制就是相關的 看起來應該是要克制這個屬性會比較好嗎 一般來說大家都是哪一個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們會選哪一個 然後這也是最終屬性 第三級了各位這個 這個加上去的話我們那個速度會更快喔 好不好 我們這邊很多地鼠吃一吃 吃一吃吃一吃 然後防禦 生命 生命然後攻擊 哇我們這個 很爽欸 加爛了吧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等於是加爛了對不對 這很ok 喔 第四階要吃兩個然後一千 1200 我們現在長什麼樣子 三 三階 看起來 大家好像基本上都升到這個狀態 好不好 基本上升這狀態 然後目前來說我覺得我們是一定可以繼續 努力往下打的 然後他現在是沒有什麼重置的按鈕 然後排行榜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是32層 大家都打到第40層啦 喔那不然我們打到第40層好了好不好 我們繼續k 我們k到第40層 反正我們現在瘋狂又是那個好不好 所以前面幾名感覺 都是打在同樣的層數你知道嗎 哈哈哈 他們都是在 第40層的樣子 所以沒什麼好比的 大家的等級都一樣這樣 大家都第一名這樣的感覺 我們現在好像32層吧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差8關是不是 還其實他是就是每一個大關才算一層 我先看一下我們這樣打完 如果他是每一個大關算一層的話 那我們就之後再打了 啊如果他是直接就是那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那個好不好 再打8層我們就可以跟大家一樣等級了 開決 我們現在應該又變更強了吧 對啊 我看一下喔 排行榜 對33好了那我們再打8層吧 我們等級再往前進了 哈哈哈 就真的你知道嗎 就是之前就有跟他講 就像練一隻龍捲 你很多模式就可以靠他打了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那麼多資源 可以怪在龍捲身上的話 你們是可以考慮弄在那個 弄在那個就是最近7日登陸送的那隻 那個深海王身上 深海王真的很不錯啦 機械核心灌下去深海王是真的很不錯的 他至少就是可以打全體啊 而且是普空就打全體 這個跟那個要累積大招 在努力往上這個差很多 開決 哇 我們連球棒都可以耶 太神了吧我們 繼續繼續 連球棒都可以把他們給捲死 欸居然是鬥擋鋪坦克 喔居然 都當酷胆克來了 愛情風暴 他看起來超像在幫我們補血 但是實際上是減我們的血 而且好像還有減那個 減我們那個 能量的樣子 哇龍捲現在能量不夠 沒辦法開大就完了 狂怒再生 喔 完了 其他隻感覺快Hold不住了 難道要打到 第40層 那麼困難咩 好 紅死 掰掰 沒問題 謝謝大家 再見世界 掰了個掰 哇 哇靠 你看這個漫遊禮包 我的天啊 這在跟這 跟這禮包 過意不去耶 我的天啊 好想買喔 要那個咻 你跟他買下去超貴喔 買下去 幾萬幾萬的 最近真的沒錢了 我真的覺得我可能要到明年的年底 我才可以就是又肆無忌憚的這個課景 那開店花了真的太多錢 開店真的花太多錢 可以嗎 我們現在 這感覺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往前途徑太多啊 現在一直在第17名耶 還是 目前來說所有人都可以打到就是 最後一層這樣子 所以第17名才 沒有那個意義這樣 喔 等一下 原子武士砍了我馬上快一半血 哇 龍卷 這邊 開始出大事情囉 好 紅爛 我看一下 排行榜 那我們擦 擦三層 我們就可以跟大家一樣了好不好 可以 可以 沒有問題 擦三層 所以他應該目前還都就是開這樣 所以我 我跟你講啊 目前還都真的要趕快打到這上面 然後 每天去掃蕩 這樣我們才可以拿到跟別人一樣的這個碎片 這樣你才不會落後別人太多 因為 那個一定是要每天掃蕩 然後拿那個支援的 周期周期 就我現在是第17名 代表有17個人 都可以打贏這個關卡 前面的人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我的天啊 大家花錢都不手軟啦好不好 現在三個鑽石好像就是標配 那你們現在 有幾個鑽石呢 你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標配 標配 喔 來了 帝王引擎 惡靈巨人 然後下降攻擊了對不對 開拳 好 掰掰 轟起來 再見 這是龍卷的遊戲 喔 來了 最後一關 這關打完應該也會有最後一個禮包 好不好 哇 天啊 我們這幾天真的是讓大家看到的就是 哲平原本的這個計謀 原本這些禮包都應該要買的 但是 不知道 突然之間要開店了 一切都不用買了 一切都不用買啦 全都沒啦 沒事沒事 但我覺得目前來說 整體來說 這個碎片好像 這樣 這樣給的話也還算是好拿啦 好不好 至少比機械核心那樣還要好拿 你不用就是 一直瘋狂灌那個 灌石頭去拿 好 就升銅帝啦 哇 銅帝這個是高版本銅帝 所以他可以 擋掉超多次攻擊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可以擋三次 好 結束 哇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了 果然又有了 喔 三之一 欸 其實還有是不是 喔 沒沒 未解鎖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大家都在打到第40 好不好 只是 比速度的 他們是11月20的時候打完的 所以我比較爛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掃蕩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瘋狂掃爛好不好 掃爛 誒 花費 然後這樣的話我們看一下 能不能再往下疊了 好像可以喔 nice 這邊再 發兩個 地鼠跟地鼠 哈哈 地鼠跟地鼠 再見 喔 可以 然後又是殿堂禮包 我的天啊 生命++ 然後 攻擊力++ 這樣我們有四星的嗎 有 各位 四星龍捲 沒問題了吧 各位 太好了 好不好 那剩下的話大概就是每天繼續努力弄 所以 精神殿堂這邊的話大家就是可以去挑戰一下 目前來說只開放到就是 第二章有全部 那你們打到哪裏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